为了鼓励深深学子多阅读书籍自我增值 政府在上个星期向小学四年级到大专院校学生 发放100令吉的书券 尽管中央已经警告不许转卖或将书券兑换成现金 但想要避免被有心人士滥用 专家认为设立一个监督机制方为上策 人们常说书中自有黄金屋 为了提升国内的阅读风气 首相拿杜斯利安华上个月为2024年吉隆坡国际书展主持开幕时宣布 将向小学四年级至大专院校学生发放价值100令吉的书券 虽然高等教育部部长拿杜斯利赞比里已经强调 不可以转卖有关购书券 但要想做到滴水不漏 在专家看来最好的方法是设立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 我们需要一种大物资料 或是一种大物资料 或是一种大物资料 包括了一种大物资料 或者一种大物资料 和一些大物资料 给他们资料 以为他们要做成为大物资料 所以我相信 一种大物资料 需要免购乩 以为不错用 的货币 对货币 给予的 活动 或者 不不太用 Noor C.Army在接受本台专访时指出 首相所做出的这项宣布 是一项积极正面的措施 因为这不仅可以推广阅读文化 还可以协助清漢学生购买所需的书籍 与此同时他也建议政府推出电子书券 进一步实现数码化转型目标 中文化学生购买所在外面 也许多质而出的力量 因此购买专访时指出的转型目标 必须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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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这七个国家现在 所努力的转型目标 与这些转型目标 受访者也表示 吉隆坡国际书展是我国图书业的重要活动 除了是图书业发展的催化季 也是塑造知识型社会的关键推动力 5月24号到6月2号举行的吉隆坡国际书展 一共吸引了180万人次到访 创下历史新高 其中有70%的访客为青年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